来点科学 这些是铅笔 但铅笔笔锐里面却不是铅 而是石墨和黏土 这两种原料的比例 会影响铅笔的黑度和硬度 石墨比例越高 墨色越黑 质地越软 相反的黏土比例高的话 颜色越淡 质地越硬 比例中的石墨里 有许多碳原子互相连结 组成类似蜂巢的六角形 坚固层状结构 但上下层之间的连接力 却十分薄弱 一受到外力作用 层与层之间便很容易相互剥离 所以当我们写字绘画时 其实是利用纸张与铅笔之间 相互摩擦的外力 让石墨原子层滑移 利落地在纸上留下字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Guzm